佛法将物质的起源 是一念不绝而有无明 无明就是阿赖耶 无明里头有三种现象出现了 第一种业力 科学家称他做能量 能量从哪来的 能量从真洞来的 所以近代的科学家 有人认为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 所以他用学来代表 学的定属 所有一切现象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跟佛法讲得很接近 由能量产生信息 信息精神现象 佛家讲的瘦相形式 从瘦相形式变现出物质现象 所以物质从哪来的 物质从心相身 如果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心相身 我们现在的心相不好 所以物质现象变坏了 那我们换个念头 我们现在心相都是善的 都是好的 在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 我们身体上疾病就能恢复正常 恢复健康 所以今天解决问题 不是物质 要用心理的问题来解决 意念的科学 用这个心心的东西来解决 才能够化解这些灾难 所以肩上多疆自然 所有报应是自然的 自然这个意思很深 感谢你 感谢我感谢我感谢您的 感谢观看